要哭了要哭了啦 為什麼眼淚流下來了 好有出兵 救命喔 我的天老人眼淚流下來 十年老友出兵 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有這款手遊陪伴 而且我只玩過這款哇靠 今天呢是我們非常嗨單元 手遊禮儀師環節 今天要來介紹各種將停止營運的手遊 好好的記錄下來他們曾經存在過的證據 首先我們先來玩這款精靈之境 我們來稍微念一下 他們這個遊戲即將停止營運的這個文章 親愛的魔法師您好 非常感謝魔法師長期以來 對精靈之境的支持與愛護 一同冒險在溫暖的精靈世界 創造專屬於每個魔法師的夢幻秘境 3月14號 維護後 將贈送全服每位魔法師 100萬 新金石 3月16日起 開放無付費活動提供 魔法師 與李李維的精靈們告別 相關具體細節 請隨官方公告 巴拉巴拉巴拉 對於這個艱難的決定 再次表示誠摯的歉意 也忠心的感謝各位魔法師 這一段時間的支持 精靈之境 團隊盡上 這款大概經營了兩年多吧 記得是寫2021年左右 所以也還行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100萬賺 我不知道我這個時候辦的賬號 能不能拿到100萬賺 哇 有配音 贏FGO了 人都走了 你們只想分遺產 這個100萬賺就是遺產嗎 唉唷 抽角畫面看起來還行 好了 接下來來看一下他的玩法如何呢 起手叫我佈置家裡 OK 我佈置的相當完美喔 剛剛佈置的生活家具外 還有格調裝飾兩類家具 太多了吧 這是一個佈置遊戲 這不就最適合我的嗎 我很擅長玩佈置遊戲 你們知道嗎 你們可能不知道 以為我就是一個大老粗 喔 可以魔頭 哇 這個遊戲你們不適合玩啊 你們在捷運上玩這個遊戲 旁邊會直接按下那個 緊急煞車鈴 直接把你給關了 叫警察把你帶走 冒險模式在冒險什麼 可以去拜訪其他人家 可不可以偷他家的菜 沒事 我都玩蔚藍檔案 那你也很危險喔 你也是會被帶走 這遊戲過關看你佈置分數 符合風格會加分 要一定的得分才能下一關 OK 哎呦 要冒險了 要戰鬥了嗎 又拿我們佈置好的家丟過去了嗎 到底 到底要進戰鬥了沒 他要第三章才有戰鬥個屁啊 太遠了吧 喔 這個就是進戰鬥環節 他開始幫你打各種分數 高分過關有沒有 佈置得很完美 直男整天只想戰鬥 好啦 差不多 大概這樣吧 是一個用建築battle的遊戲 不適合你們這些大佬出喔 說好的一百萬呢 我也不知道 這款精靈之幸 陰性53% 陽性46% 130人投票 哇靠 我蠻意外的耶 我並不是說這款遊戲不好 只是因為 你知道啊 你們這些人 怎麼會有這個sense 投這款陰性呢 我們這邊基本上也都是男的觀眾 我覺得 蠻意外的 OK 不過也尊重你們 沒事 也尊重這款遊戲喔 一路好走 讓他走得 挺便宜 這個確實喔 好 我們下一款 下一款呢 是 Soul Inverse 這一款厲害啦 這一款是真的很厲害 這款Soul Inverse呢 屌的點在於 他推出的時間喔 是3月1號 超級無敵屌 現在3月24號 確定要關服 我的天 你知道我今天特別想要 想要做那個手遊李醫師 就是因為 這款手遊 開服不到一個月就要到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一定要開台3一下喔 一定要認識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手遊 好我們來念一下 這個遊戲服務終止的公告 大家好 這裡是Soul Inverse 今天要向喜愛Soul Inverse的玩家 宣布一個難過的消息 我們的心情也不自覺沉重了起來 開服後我們為了給各位玩家 帶來更好的遊戲環境 在確認各項數據的過程中 發現了許多不足 以及我們未能完善遊戲的問題 在經過內部討論及苦思後 認為現階段不適合繼續提供服務 為了能再次與大家見面 我們將盡全力 將發生的問題點 極不足進行完善 再次感謝各位 這一段時間以來的支持與愛護 謝謝大家 感謝Soul Inverse 雖然啦 他的說法 因為有一些素質弄得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可能需要重新調整 看起來比較像是暫時關閉 但我自己看來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 是營運的不太順暢 然後加上廣告打的也沒有很好 沒有足夠的玩家 跟足夠的課金量 可能在第一個月 就覺得好像怪怪的 是不是要立即止血比較好 馬上就把他先斷 他當然不會說 我們就是官服 我覺得應該也不敢這樣講 所以他可能就是講一個比較委婉的 就是說我們還沒弄好 我們先暫時官服 我猜啦我猜 當然他也可能 就暫時官服 我們過一陣子會重新開啟 也說不定 也說不定真的是這樣 I don't know 不過開一個月就暫時官服 這個感覺應該也是蠻少見的 所以會是真正的回爐重造呢 還是這個劍好趕快收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來看看到底有多好玩 聽傑哥這麼說 看來是不太可能重開 也不一定啊 搞不好真的就只是暫時調整數值啊 美術看起來勉強可行 不差不到差 這個感覺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這個BGM聽起來也勉強還行 這看起來很像類見遠遊戲的介面 我是好遊戲嗎 大家都說你是最快的 OK 他叫我把上面這顆往上 這是轉植物還是三消 0.33個爆裂魔女 爆裂魔女是三個月的 這個壽命單位 然後現在soulinverse 是這個一個月的單位 這個如果你活了一年 你就是活了12soulinverse 這個時代還有人做三消 別問我 我也真不知道怎麼會 這麼想不開 他叫我往下 其實撇除玩法 其他部分看起來 還算中規中矩 三消沒有錯 錯的是沒有聊天學英文的環節 這一款是soulwork改的 steam上有線上遊戲 OK所以他是有原作 同廠商出的同世界觀手有 OKOK 所以他是他的衍生作 他的本作是線上遊戲 這樣子 原作角色都很香 但營運手法很 很連點點 偷一個十連 卡面長得還行啊 你看這個狗狗 還有live 2D 拍個照 角色看起來不錯啦 男的也長得帥帥 這看起來就很強 看起來就是有料的角色 這個角色怎麼長的 有點熟悉啊 笑死 好啦 這一塊 大致體驗一下 不錯 這個soulinverse 如果要付出的話 再來找我工商一下 他的那個MORPG 叫做靈魂行者 以這個IP開發的轉租手遊 所以他確實是有另一個IP 然後再做這款手遊 那我看一下靈魂行者 剛有人講那個steam上有啊 看起來就是韓式的線上遊戲 人物漂亮 都帥帥美美的 出道即出兵 不過這款soulinverse 感覺 因為他應該是韓國代理的 所以他搞不好在韓國還沒有倒啊 他搞不好原作在韓國 搞不好活得很好啊 風生水起 也說不定 欸我剛突然想到 我上次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是reling loss in memory 那個時候我在塞他要停止營運的時候 我就說哎呀 人家日版活得好好的 沒辦法嘛 台灣活個一年已經不錯了 但你看人家日版還活著啊 然後最近日版就要倒了 難怪覺得剛剛講的話有一種既視感 韓國的早就倒了真的假的 所以是不是韓國都倒了 所以台版的也倒了 因為你韓版的倒了 你的開發團隊沒啦 基本上也沒有後續啦 乾脆也就收一收 現在才剛開服不到一個月 趕快停準 這樣講的話好像蠻合理的 所以他是韓版也倒了 這款台版要出之前韓服就倒了 我之前是這個soulwalker粉 後來氣了 感謝你的分享 感謝你的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款應該就真的倒了 韓版也已經倒的話 應該就是台版也真的倒了 這個即時停損還是蠻合理的啦 因為就沒有辦法 他本家就已經倒了 你這個分家 你怎麼樣也沒辦法隱蔭下去的 精彩的故事 我覺得這個 這個資料查起來挺有趣的 這款soulinverse 陽性69% 陰性30% 222人投票 這個優質遊戲 有本家倒了分家撐起來的例子嗎 我不知道 媽媽重病在床 只好派兒子去國外祈討 結果兒子克死異鄉 太慘了 太慘了 好了 Love Life School Idol Festival 是我好久以前玩的遊戲喔 不過這款真的營運夠久了 所以沒有任何問題喔 這個營運有十年 該好好走了 留的都是回憶喔 而且他現在目前還有另一款 Love Life All Star 然後之後同一個系列也要再出二代 而且他二代是可以繼承一代的 好像一些東西的 所以你也不是說你一代就完全廢掉 你還是有一些資源可以繼承到二代 所以勉強應該還行吧 是2.0是不是 這個算轉生吧 Love Life沒有輸 沒有錯 他是一個好好畢業的感覺 因為K-LAB被BUSHIMO踢掉了 原來是這樣 我在社群發布貼文喔 來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分享的回憶 那首先是這位叫孤獨的同學 他分享是說 2014年玩台版 那時候不知道什麼Love Life Muse 只是剛好在Play商店看到 那時活動的歌曲是 Lover Marino 覺得很好聽就直接上網查 才發現有動畫 這就是成為Love Life的契機 以前沒有破壞環境的卡 那時候真的很好玩 第一手就打簡單的歌曲 高手就打男的歌曲 還有卡片技能幫你不斷combo 只要抽到UR就可以跟朋友炫耀或是被炫耀 努力打活動的玩家可以拼到很前面 因為不是沒機會 我自己當時也有玩這款 也是有拼命打活動過一段時間 不過他的活動是真的蠻乾的 這位玩家也有講到 除此之外也辦過很多比賽 台灣也有辦過資格賽 冠軍是可以去日本比賽那種 然後劇場版的時候 安利梅特也有辦娛樂巷的比賽 贏家可以拿到電影票 我雖然當年沒有去比重比賽 也有去看劇場版 也是非常感動 那個時期 日本的動畫代理到台灣 其實還沒到那麼盛行 所以還是算蠻小眾的電影 所以那時候去電影院看 覺得其實是蠻感動的 好啦我這個真的很久沒玩了 這是國際版的 畫面好像跟以前應該也是有點差別 劇場版BD真心推薦收 劇場版真的很好看 當時這個第一部劇場版 我在電影院看其實是真的蠻感動的 做得很好啦做得很好 簡單打幾首 肯定是要先來這首吧 先玩個Hard就好 BGS注意不用注意喔 這個收益就送他沒關係 要哭了要哭了啦 為什麼眼淚流下來了 好有出兵 救命喔 喔我的天老人眼淚流下來 十年老友出兵 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有這款手遊陪伴 而且我只玩過這一款 哇靠 最喜歡哪一首 應該就是Snowlation 一招 喔靠等一下 什麼東西 喔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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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啊 這個我 這個我好像不太行 好了直線了不行了 我的直線應該就是Hard 把感動回來 感動沒了感動沒了 這首我記得我打過蠻圖史的 喔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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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好讚 好像有打過 唉唷好像有喔好像有喔好像有打過喔 有交戰的記憶的感覺 我超不算 這個交戰的記憶沒了 我們要好好聽完一首嗎 好啦好啦我打Hard就好 這個 這個難度好像拗不太過去 想起跟大學同學一起夜衝吃宵夜的故事了嗎 回憶都湧上來了 好懷念喔 這個三月底就要結束了 我們再打個幾首 Star Dash一定要的吧 Oh my gosh Oh my gosh 淚水湧上星球 那種哭我對你有什麼手指 我在自己緬懷齁 緬懷真快樂 視線要模糊了 歌超級多欸 OP是什麼 這首啦 這首啦 回憶還沒出社會工作的點子 我們今天玩的不是Love Life欸 我們今天玩的是人生欸 今天是人生的回憶錄欸 好啦 非常愉快喔 完美的結束吧 二代基本場一樣是不是 也沒關係啊 這個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人生的回憶喔 這個有可能 類似的東西 但換了一個軀殼之後 就不一樣了 有時候重新復刻之後呢 感覺就不一樣了 就是像可能有一些遊戲 可能以前你覺得很好玩 他現在出了高清重製版 但那個快樂你可能再也找不到 你可能失去了當時 純粹玩遊戲的這種快樂 不過D2 D2去年重製的時候 還是很多人玩 所以有時候 大家說 哎呀我們已經失去了玩遊戲的快樂 但他又掏出來那款遊戲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還是沒日沒夜的在那邊玩 你知道艾爾登法環是讓我最感覺到 就是大家其實也不是真的沒時間 可能沒有真正 屌住他們的一款遊戲 然後那款艾爾登法環出來之後 平常那些 啊上班好累喔 沒時間玩遊戲啦 還不是個個在那邊殺破這些網 所以有時候到底是真正的沒時間 還是推出來的牛肉 大家不買單 再怎麼嫌 法環一出 還不是一百小時噴下去 有時候真的是 端出來的牛肉夠不夠香啦 好啦 祝大家這個都不要墊子陽尾喔 都能享受遊戲的快樂 好啦這款 Love Life School Idol Festival 陰性90% 陽性9% 226人投票 好啦也算是完美收尾啦 這個9%投陽性的 通通給我寫300字的反省報告過來 今天我們開台就開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大家晚安啦 掰掰